嗨 我是云飞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CES的现场 来看看AMD今年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新东西 那一起跟我去看看吧 AMD这次在CES的重点也是放在了AI数据中心上面 苏妈是拿出了自家最顶尖的产品 首先就是新一代的数据中心CPU Epic Venus 它使用台积电的2nm工艺打造 可以包含256个全新的Zen6核心 发布会上也是首次展示了它的真容 这是真正的巴掌纳CPU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在于用上了2.5D封装 不同的CCD不同的代之间不再需要通过PCB基板 而是通过硅中介互联层来通信 它的CCD数量其实没有上一代的Epic多 总共就是8个CCD 却买了256个核心 等于是单个CCD有多达32个Zen6核心 哇 这个新的设计非常让人好奇 然后就是AMD这次的旗舰 AIGPU MI455X了 这个15拿在手里比刚才的CPU更加震撼 超级巨大的一个芯片 Chiplet封装是扑得满满当当的 感觉苏妈都快拿不住了 这个超大的GPU里包含了3200亿个晶体管 左右两侧12颗总共432G的HBM4显存 一共8个计算芯片分支在两片大袋上 使用台积电的2nm和3nm混合打造 用这个超强的CPU再加上超强的GPU呢 AMD就搭建出了自己的AI服务器机架Helios 意为太阳神 我在展会的现场也亲眼见到了这个怪物 这个Helios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重达3.2吨 相比通常的服务器机架宽度翻倍 它包含了18个计算拖架 每一层计算拖架有4块MI455X的计算卡和一个Venice的CPU 全部使用液冷散热 所以总共是72个GPU包含18000个以上的CDNA5核心 以及18个CPU包含4600多个Zen6核心 可以提供2.9EFLOPs的FP4算力 苏妈就打算拿Helios正面硬钢老黄的NVL72机架 正式发布的时间应该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 消费级市场这边AMD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更新 首先就是本届CES上为数不多的台式机新品 Ryzen 7 9850X3D 我在现场也是玩到了展示机 去年的9800X3D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CPU了 只是它的默认频率定的还比较低 所以这次的9850X3D就是猛猛超频 把最高boost的频率从5.2G再次拉高到5.6G 像9950X3D看齐了 别的规格是没什么变化 这颗关超的新U按照AMD的说法 游戏性能要比285K快出27% 会在今年的一季度上市 其实本来大概还会有9950X3D2 也就是两个CCD都带3D缓存的新品 但是这届CES上并没有公布 那还是等一下后续吧 然后就是Strix Halo 也就是超级APU的更新 增加了AIMX Plus 392和388这两个型号 我觉得AMD可能有点意识到 需要395的16核CPU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40CPU的大核显大家还是需要的 所以这次两个新型号都是直砍CPU 尤其388这个8核CPU配满血核显的 感觉会比395更适合用在笔记本上 Strix Halo这个产品线 属于AMD对端侧AIPC领域的一个初探索 所以AMD这次也是自己下场做了一个小盒子 就是这个AI开发者平台 有点类似于隔壁的DGX Spark 这个小东西同时支持Linux和Windows 然后预制了模型 对主流的AI模型和开发工具都做了适配优化 等于就不用花大量的精力去搞开发环境了 最后就是AI400系列的笔记本芯片了 虽然数字上看起来好像更新了 但是熟悉AMD的朋友都知道 它家是一代新U隔着一代Refresh的 那今年的这个400系列就算是300的Refresh 现在这个AI9 HX475其实就是在HX370的基础上 CPU稍微超频到5.2G GPU稍微超到3.1G 然后NPU超频超的比较多 能够达到60Tops的算力了 虽然对于玩家来说没什么大的升级总归是有点扫性 但有没有竞争力这件事主要还是取决于价格够不够划算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CES现场看到的关于AMD展台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其他CES的主题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